欢迎收看密西西比河的汤姆索亚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打第二针疫苗前的准备工作 下周一我就要打第二针疫苗了 据说辉瑞的第二针疫苗的副作用普遍比第一针大 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烧 然后浑身酸痛 然后疲劳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会得心肌炎 然后挂掉 像我这种雷若的绳子骨 打第一针的反应就已经比其他人大了 那么第二针能不能扛得过呢 就是个未知之数 基因的好坏应该是决定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因素 残念 我的基因不好 而且我特别容易过度紧张跟焦虑 如果到时候发烧到37.8度 我就会开始紧张跟焦虑 然后就会睡不着 那么睡不着呢 就会烧得更厉害 然后就更紧张跟焦虑 然后就恶性循环 然后最后呢 法医鉴定 死亡原因是过度焦虑 我需要做的 也是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减少压力 患何紧张的情绪 比如换上干净的床单跟枕套 更容易让身体放松 进入睡眠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尤其是厨房 这样的话呢 就会心情舒畅 不会烦躁 提前把头发剪好 这样的话呢 耳根清静 就不会烦躁 然后把手指甲也剪好 还有呢 就是把生活用品跟食物都准备好 因为等到副作用上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力气出去买东西了 先说生活用品 厕纸 迷你纸巾 盒装纸巾 垃圾袋 和厨房用纸 都准备好了 然后毛巾 牙刷 牙膏 跟护肤品 还可以用很久 洗手液快用完了 还好囤了一瓶新的 还有一瓶洗发液 和两瓶沐浴露 前两天的早餐都准备好了 有蒸凤爪 鲜肉月饼 糯米鲜肉饺 和牛肉煎包 主食买了新的过的熟食 有猪肚 酱鸭 和脆皮烧肉 新鲜的蔬菜 有小西兰花跟刀豆 还有切好的花椰菜和花菜 这些都白煮一下就好了 很方便 还有番茄跟鸡蛋 黄瓜可以生吃 然后这个鸭胸呢 微波炉热一下就好 接下来呢 可以吃意大利肉丸面 做一顿可以吃三顿 如果不想做麻烦的 可以做这个葱油拌面 水里煮一下 拌一下酱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可以配这个 韩国进口的午餐肉 新鲜的早餐只准备了两天的 那么之后呢就可以吃这个 加勒式的麦片 泡牛奶 很方便 也可以吃这个红色拖拉机的 面麦 这个需要煮 但是差不多五分钟就煮好了 如果晚上肚子饿的话呢 这个茶叶蛋可以拆了立即吃 菠萝跟黑莓是头两天就要吃掉的 然后可以吃蓝莓和草莓 再接下来吃这些可以放的比较长的 像是雪橙 梨 还有苹果 如果吃不下饭呢 可以吃这些小点心 这个日本进口的铜锣烧是黑米跟黑芝麻口味的 然后这个麻烦呢 也是黑芝麻口味的 一口一个 应该很好吃 然后呢 这里还有燕麦条 是加拿大枫叶糖浆口味的 有点甜 但是呢 味道也是不错的 还有这个意大利进口的海绵手指饼干 以及这个澳洲本地的芝士香葱饼干 和迷迭香饼干 万一发烧了 出了很多汗 那就可以喝这些电解质水 这是加德勒的无糖电解质水 各种口味 然后呢 这个椰子汁呢 也是纯天然的电解质 然后这个蜂蜜呢 是消炎的 生病之后 更需要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素 这样才能恢复的更快 我首选的品牌就是Yosana 如果担心睡不好觉 可以吃Yosana的退黑激素 以前加班熬夜的时候 我会喝燕窝 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元气 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 这次我买的是 班兰式的即时燕窝 打开就可以喝 如果出现了感冒的症状 就可以吃着Codro 白天不试睡 晚上睡得香 类似国内的白加黑 万一产生了过敏反应 就可以吃这个Telfast 中间的这个血氧仪可以检测血氧浓度 如果低于90的话就要注意了 右边这个温度计呢可以随时测体温 很方便 如果身体不舒服之后请了病假 那么就需要通过看片来打发时间 看片呢那就要吃零食 所以我准备了足够多的各式各样的零食 最后呢设置好手机紧急联系 那么准备工作就基本上结束了 祝我明天好运